王牌部队在黄景瑜和肖战的合作下,终于落下了帷幕,这是一批有灵魂,有本事,有血性,有品德的新一代军人,向观众展示了新时期的军队精神风貌,而肖战所扮演的顾一也,更是让人印象深刻,毫无疑问。 他是一个很出色的男人,或者说,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,他虽然出身豪门,却没有那种世家公子的骄纵和骄纵,但他也有一颗高傲的心,一颗不服输的心,一往无前的傲气,让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。 最让人感动的,还是顾一也知道,自己的牌掌已经死了,顾一也不顾自己的伤势,一遍一遍地去找医生,结果却是一个坏消息,他从难以置信,到失望,到绝望,再到失落,再到失声痛哭,他的感情层次分明,有浅入身,让人听了都会落泪。 所以,肖战也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告别的视频,作为顾一也的告别,他说,你好,我叫顾一也,我已经当了大半辈子的军服,我的人生就是为人民服务,保卫国家安全是我的职责,也是我所有的兄弟和战友的职责,我的故事虽然已经结束,但以后会有很多像顾一也一样的战事故事,我们走吧,这就是顾一也的结局。 粉丝们虽然也有不舍,但还是纷纷表示了,对肖战的赞美和祝福,在点赞最高的一条留言里,有网友写道,肖战,你把顾一也的理想和理想,完美地展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,顾一也的热血,热爱,真诚,都被你演绎得淋漓尽致,一腔热血铸就了军人的灵魂,以一己之力守护江山,能通过顾一也,体验到一支王牌小队的生活,你说你佩服顾一也,那我就可以。 更佩服你了,也有不少人对肖战把顾一也的角色,带到了大家的面前,并且对他的演技表示了赞赏,相信大家都很期待自己的偶像,不知道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,那么,我们就等着看吧。